欢迎回来 再来要带您看到罗夫奥12月的秋季拍卖会上 将拍出草菅迷生的柠檬茶 鲜明的配色 还有点线面 生动呈现杯中仅温的立体感 估价上看1600万新台币 还有负一丝月底的秋季拍卖会 也将带来草菅迷生的五线网系列作品 估价上看1800万港币 相当于7380万台币 经典黄黑配色 第一眼就能认出是草菅迷生的作品 原点网状线与色块 像极了马赛克拼贴 简单的几何图形 虽然能将杯子的曲面 吸管穿透折射的光影 与水果切面的质地 描绘得如此生动 1982年的柠檬茶 充分展现艺术家细腻的笔触 估价上看1600万新台币 斩尖的另一角 大面积浓墨挥洒 粉彩色渲染 仿佛暗处点亮的微光 专家表示 朱德群这幅深渊中的希望 是少数将抽象化 赋予实质意义的作品 其确信推升收藏价值 深陷深渊的时候 其实还是有很大的光明跟希望 所以这样子的一幅作品 对于朱德群来讲的话 其实是比较少见的 尤其是有这样子 好像类似像反读议题的这种题材在里面 下半年大家会觉得经济的关系 所以在估价上面 其实它也算是比较亲民 孩童有着大大的耳朵 坐在咖啡杯中 模样十分可爱 但落幕的眼神仿佛透着孤独 与隔壁门板上的作画 一同放在斩尖最显眼的位置 那两美制两件立体的作品 也是罗福奥这一次秋拍的重要拍品 不管是眼睛或者是表情上面 有的是半开的 有全开的 还有头发的颜色 甚至每一件的配色都完全是不一样的 虽然是七件一组 可是是全世界来讲的话是唯一的一组 也知道它是不特别限定材质 就是创作的材质 所以它就直接在聚酒屋的门板上面创作了这件作品 一品拍行不约而同呈现女力艺术家的作品 富逸四这一次同样带来草菅迷生无限网的系列作品 估价上看1800万港币 相当于台币7380万元 国际一坛瞩目的年轻女将 还有首次登上亚洲拍场的苏格兰画家卡罗林沃克 露西布尔的爱心树 迷幻色调散发出空灵的光芒 家世的月底香港秋拍亮点 则是长玉唯一一幅1940年代的梅花作品 股价上看4.1亿型台币 也为年底秋拍带来不少新亮点 记者周田丽黄敬峰台北下方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 217